而这次爆发的合一住宅闭案 检调说现在看起来案情才刚刚掀开锅盖而已 因为后续的案情恐怕还不止如此 远雄建设方面因为董事长赵腾雄被羁押禁建 昨天公司也召开了临时董事会 决意要推赵这个赵腾雄的长子赵文佳来代理董事长 44岁的赵文佳在远雄集团历练了10年 被视为是远雄集团的接班人 现在临危受命接掌兵符 礼拜五接下来的股东大会将是他面临的第一站 赵腾雄被台北地院财地羁押禁建 远雄建设暂时群龙无首 他们在2号紧急召开董事会 决定找来赵腾雄的长子赵文佳 代理董事长一职稳定集团明星 和父亲同时出现在公开场合 不过却很少成为媒体焦点的赵文佳 这一次背负了重大使命 要挽救整个远雄的未来 44岁的赵文佳 是美国兵重大学的建筑硕士 在远雄集团也有10年的历练 他曾经担任远雄营造的总经理 不过在中国大陆历练期间 因为应酬得了肝癌 现在接下代理董事长 周五的股东大会是他要面对的第一站 检联侦办合一住宅弊案 陆续生涯一干人等获准 有消息指出 目前全案只是掀开锅盖的阶段 检方怀疑包括评审委员都可能被买通 未来将一一约谈 就连端午年假 检察官也全都不停加班 另一波的侦查行动叙事待发 肉体上的压力 这个其实我们觉得都是小事 比较大的是精神上的压力 很细微的去发现 每一个小动作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在两年前 其实连正署的速摊组副组长王爵 就盯向远雄 他是司法界少数拥有土木营造 和机械的速摊高手 因为熟悉偷工减料的细节 被称作是建商大亨的杀手 而合一住宅案 在检联合作下 案情也如同雪球般 越滚越大 记者综合报道